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571章 被这太初混动大灭绝神刀的刀光一角 本来已经变作虚幻状态 扭曲时空 让太皇宫力量无法触摸自己的盈州仙山 这一刻也被玄傲力量 从虚无幻界中强行脱了出来 临风这时左右双手各捏了一个法绝 然后与胸前相合喝倒 堕 盈州仙山外围的无名古镇 所显化的一块块玉板 这时竟然全部分解开来 化作一道道光流向着远方飞去 而那巨大的盈州仙山 这时竟然也彻底变得虚幻起来 仿佛化作一个个大气泡 气泡主动地不停碎裂 但无名古镇分解所画的玉板 则在远方重新汇聚 每一块玉板便如同镜子似的 从中浮现出一个又一个大气泡 这些气泡聚集在一起 重新化作盈州仙山 而这些玉板也再次排列组合到一起 演化为无名古镇 继续守护在盈州仙山外围 仙山顶上 临风饶有兴趣地看着远方的太皇宫 太皇宫果然名不虚传 梁盘你也果然深藏不落 太皇法术修炼得炉火纯青 一身神通法力如此不凡 遮掩在太皇宫的光芒之下 让许多人都忽视了这一点 身为一国之君 倒确实是不用自己辛苦拼上 何况你还有诸红武为你南征北战 但显然你也从来没有忽视过 自身力量的提升啊 玉门之主谬赞了 梁盘深吸一口气 注视着盈州仙山 但目光也望向另外一个方向 在那里 虚空洞开之间 一道气势灰红的金色长红 从中冲出 横更天际古今 仿佛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界限 正是彼岸金桥 金桥之上 朱毅 石天昊 月红颜和李源放 一起并肩而立 彼岸金桥 两一生灭阵 神舟顶 太皇宫中梁盘看着这一幕 心中顿时发沉 眼前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盈州仙山上 林峰手指冲着两一生灭阵轻轻一点 阵法轰然展开 化作无穷光辉 在神舟顶的加持之下 笼罩周遭虚空 梁盘神色凝重 林峰这是要将他的退路 也全都一起堵死 他深吸一口气 手中发觉猛然一变 神武朱仙阵再次运转起来 太皇宫的力量再次强盛起来 向着两一生灭阵所化的光幕冲去 朱一族踏彼岸金桥 横天金红穿梭空间 顿时拦在太皇宫面前 但在凉盘的催动下 太皇宫却猛然化作流光一转 反而主动向着彼岸金桥袭来 恐怖混沌将周遭万物吞噬 然后破裂开来 刀光乍现 正是太初混动大灭绝神刀 朱一眼见刀光斩来 不慌不忙 显化自己的反须法体 足下清点彼岸金桥 金桥上八道彩色光圈一起闪动 与此同时 朱一一次性催动了八种道法 然后施展盗绝十方的法门 与彼岸金桥力量相合 与太皇宫的太初混动 大灭绝神刀对碰 太皇宫中 两盘目光连续闪动 最终化为一声叹息 啊 红武 难以让你进全宫 只能巧取了 金色灵犬内 朱红武身体猛然一震 睁开眼泪 他全身上下 血红光流不停波动 肉身气血和法力都混乱不堪 难以自控 但是心境却反而极为平和 朱红武浸泡在金色泉水中 心境灵台之上 浮现一道念头盘旋不去 仿佛在扪心自问 叩问自己的心灵 朱红武啊 朱红武 你一生纵横 可曾想到 有朝一日会被自己 诞下的一个区区逆子 逼迫到如此地步 更连累皇上丢了江山 逆子怀世 便当诸主 为人臣者 当为圣上分佑 为护天下大统 乱臣贼子窜江山 当为前去 为皇上 重新把江山打回来 那一个千秋万古的铁桶江山 这一刻 朱红武似乎进入一个玄妙境界 不久之前 刚刚返徐河道的他 此刻心境意志 竟似乎再次做出了突破 梁盘看着朱红武沉声说 红武 这本是给你河道巅峰之时 为历劫做最后准备的东西 但此刻 却只能提前使用了 他袍袖一挥 佛光中 乃是一尊金身佛像 却是西年佛祖十大弟子金身中 大洲皇朝掌握的第二具金身 被誉为 持律第一的 幽婆梨之金身 这金身落入泉水之中 竟然渐渐与朱红武的身躯相合 梁盘说 若能让你自己炼化了这具金身 自然是最好 但少青城他们失败了 未能取得悬门天宗道法 反而开门一道 使得眼下时间无比紧迫 局势万分危急 只好邮阵帮你一把 来瞧去了 过得今日之节 在徐土补救之法 朱红武哈哈大笑 少有的不在梁盘面前 一位手里 陛下 你我军臣多年 今天可能是有生以来 最艰难的一战 能否过了今日之节 臣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已经做好 陨落于此的准备 但乱陛下将身者 臣必要避其于全下 那逆子大逆不到 臣今天定会给陛下一个交代 梁盘沉声言道 路死谁手 由未可知 一边说着 他双目神光如电 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辉 夺目至极 在梁盘的眉心处 突然亮起一旁光芒 光芒形成圈撞 不停转动 流转不休 太皇宫之外 林峰和石天昊最先起了反应 同时目光一闪 视线落在太皇宫上 石天昊微微错愕了一下 不由得扶掌大笑 这可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啊 以前从不曾听说过 他没心处 也陡然间有两道神光闪现 惊天动地 一个犹如天地照使 一个则犹如万物终点 林峰看着太皇宫外围 呈环状的一道道神光 脸上表情似笑非笑 梁盘呀梁盘 你这可真是给了我一个惊喜 虽然你几乎从不亲自出手 光芒尽数为太皇宫和朱鸿武掩盖 但看你催动太皇宫的模样 就可知你神通法力卓绝出众 不过除此之外 你竟然也身怀一道造化神光 这确实有点出乎我预料了 你也算得上是深藏不漏啊 就是不知道 你这道造化神光有何神妙之处 太皇宫中 梁盘周身围着璀璨的 至上统一神光所笼罩 然后一道道光圈飞出 落在了金色泉水中 将朱鸿武的身躯包围 在这玄傲的造化神光笼罩之下 朱鸿武全身一震 体表颜色顿时变成金色 如同镀金的佛像 他的血肉之躯 飞速捅幽婆梨的金身相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商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572章 强大的武道意念 重新从朱鸿武身上流露出来 气血蒸腾 雄魂霸道的武道真意 渐渐在金色灵犬上方 显化出仿佛凝结成实质的光影景象 梁盘隐于光芒之下 在催动至上统一神光 帮助朱鸿武的同时 神光不停扩散 也加持到了太皇宫之上 就在此刻 太皇宫上空呼得冉冉升起一个光轮 正是原先由朱鸿武掌握的造化法宝 大朱天伦 梁盘的至上统一神光 也将大朱天伦笼罩住 太皇宫上空 此刻陡然出现难以计数的众多混沌气团 众多气团围绕着太皇宫和大朱天伦旋转 这一刻 太皇宫与大朱天伦的力量合一 赫然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爆发出惊人威力 林峰看着这一幕 目光中闪过了了然与明雾 这样的皇宫开天法 原来如此 他这道造化神光的功效 是将不同的力量统一 融合 同调 强制产生共鸣共振 从而催生出更加强大的力量 被统一和同调的力量 越多越强大 那么威力自然也就越大 可惜了 只要是两件大成技术法宝 他当可以完美驾驭 但两件造化技术法宝 对他来说压力就太大了 催动不了几次 若他本人登临末法之境 或者至少立了几次出截之后 情况会好很多 林峰看了一眼 摇头失笑 东西是好东西 深藏不漏是深藏不漏 但先如今这个地步 改变不了你们的命运了 彼岸金桥上 朱一头顶一道符 不停发散推演 也已经明误 梁盘那里的变化 他低声喝道 小师弟 石天昊一笑 双掌法决一和 头顶出现十二天神将的灵体 然后便来到了彼岸金桥之下 琪琪发一声寒 将彼岸金桥 一下子托举起来 而被十二天神将力量灌注之下 彼岸金桥的力量也是狂掌 朱一的返须法体 在金桥上盘膝坐下 手掌轻轻拍击身前的桥面 彼岸金桥上笼罩的八道光圈之外 赫然多出了第九道光圈 朱一抬手 深指在虚空中书写下 一个又一个玄傲字符 由一字开始 亦由一字停笔 易经的强大力量 与彼岸金桥和十二天神将之力 联合起来 迎向梁盘催动太皇宫和大朱天伦 携手施展的黄级开天法 双方的力量激烈碰撞 石天昊站在朱一身边 神情轻松 眉宇之间陡然有一道恐怖神光 激射而出 光芒到处 万事万物如同被画上句号 走向中烟 却是石天昊的中烟神光 接触到石天昊的中烟神光 那笼罩太皇宫和大朱天伦的 一圈二圈玄妙光辉 顿时变得不稳定起来 原本成环状的至上统一神光 光环上突然断开缺口 受其影响 恐怖的黄级开天法神通 也微微产生动摇 那朱天万界 意气崩裂的威势 顿时消灭了一些 而这时 朱毅和彼岸金桥 已经卷起滔天大势 朝着他们攻了过来 太皇宫内 梁盘整个笼罩在至上统一神光里 光芒中传出一声低沉的长吟 得自太虚冠的成天太虚玄光涌现 与至上统一神光相合 顿时弥补了造化神光 所化之光环上的缺口 在这个状态下 短暂隔绝了十天号的中烟神光 中烟神光开始消磨成天太虚玄光 但梁盘总算是有了喘息之机 成天太虚玄光与太皇宫相合之间 一个身影渐渐自光辉中浮现 同太皇宫上空的太皇光影 遥遥相对 他伸出手掌 一股意念飘荡 同正在发挥作用的黄级开天法 相互影响 双方爆发剧烈碰撞 两仪生灭阵笼罩下的大片天地 白色云烟都被扫荡一空 下方海水翻天覆地 直接引发海啸 恍若末日 林峰看着成天太虚玄光 和那光辉中玄傲莫测的身影 脸上表情似笑非笑 此情此景 他哪里还能认不出来 那必然是太虚冠开山祖师 太虚道尊的光影显化 这时的方丈仙山上 梁盘的分身还正在努力炼化仙山 距离成功却仍然差最后一步 陛下 让臣来 太皇宫的金色灵犬里 突然传出朱虹武的声音 然后就见被至上统一神光 包容的灵犬水池里 如同流金佛像似的朱虹武 站起身来 周身金色散尽 重新变回正常人肤色 肌肤犹如白玉一般 但在玉石似的身躯之中 却仿佛蕴含了极为恐怖的力量 脉动的血红光流 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朱虹武臣声说 还是不能通过那孽障的血肉 参悟出玄门天宗的倒法 不过 只要过了今日 给臣密敌前修的实践 并没完全没有希望 只是 以速成之法 恢复修为与力量 使得臣的状态仍然不稳 不耐久战 梁盘说 朕也同样只有几机之力 我们就速战速决 成败在此一举 红武 你只管向前便是 臣遵旨 朱虹武此刻就仿佛一个凡人 没有丝毫力量敢流出 似乎昔日一身强横武道修为 尽数消失不见 但此刻 他身形猛然一动 呼得出了太皇宫 速度快到连凉盘的墓力 都几乎捕捉不到踪迹 朱虹武出了太皇宫 足踏虚空 冷冷看着彼岸金桥上的朱翼 你这 你想不到吧 你以为你废了我的修为 其实 你不过是帮我更进一步而已 他一边说着 抬手打出一拳 一圈又一圈 至上统与神光加持在他身上 而太皇宫和大朱天伦的力量 此刻也尽数加诸于朱虹武之身 不仅仅是武道融合为一炉 太皇宫 大朱天伦 佛陀金身 这三大道统 留存于当今之事的巅峰力量之所在 也都在两盘至上统一神光的帮助下 为朱虹武融会于这一拳之中 融合升华 而非简单聚集叠加 在诸易十天昊等人的事业之中 一时间只能看见这只恐怖的拳头 再无他物 寂静虚空中 突然又有了声音 一声轻笑 源自盈州仙山山顶 临峰的战神分身 本来正落向方丈仙山的盈州仙山 陡然停下 而一直以来盘膝而坐的临峰 这时站起身来 手指向着虚空一指 拼夹底嘛 笼罩周遭天地的两益生灭阵 骤然回收 卷起神州顶 化作一个小光点 飞入朱一眉心之中 而盈州仙山外围的无名古镇 则轰然展开 取代两益生灭阵 封进虚空 临峰重新慢悠悠地坐下 不疾不虚地说 小叶 放手去打 他练不过你的 伴随着他的话语 朱一仰天轻笑一声 反须法体轰然壮大 头顶天穷 脚踏碧海 仿佛充斥整个盈海世界 虽然此前也曾经 驱策过两益生灭阵 但朱一只感觉 两益生灭阵 同自己的联系 前所未有的紧密与清晰 法阵之力源源不断 同他的反须法体力量 脉络相结合 互相助长 而神州顶的力量 也源源不断地导入 朱一打出一记 倒决十方 法力同法宝力量结合 气势越发高涨 突然间 天地间的光芒暗淡下去 盈海空间中 脉动的光流 尽数消失不见 海面上也没有水光闪动 而是变得漆黑一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商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573章 就在这时 突然有一点点火光诞生 犹如生机乍现 波波生机之后 则是智慧的光芒 伴随着点点火光亮起 连成一片 照亮原始蒙昧的 洪荒世界 火光一路延伸 连绵不绝 远远望去 像是一条火龙 又像是一条道路 目睹此情此景的人 都心生顿悟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滔滔大势 人定胜天 火光中 一条四道路 又四桥梁的金鸿出现 那金鸿之上 九道光圈不停闪烁 朱翼站在其上 迈步前行 不急不缓 却无可阻挡 十二天神将灵体 此刻也不再立于桥下 而是一起站在 彼岸金桥之上 十天昊站在他们身前 眉心处 启元和中烟两大神光 分为两线 一起闪耀 前者加持在 彼岸金桥上 后者则落向 前方的对手 浩荡雄浑的力量 同朱鸿武那 崩天灭地的一拳 对撞在一起 比起之前 都要剧烈地碰撞 掀起道道 狂澜 在盈海天地间 不停肆虐 朱鸿武此刻 体如琉璃 浮光涌动 但是眉宇之间 一片肃杀 又是一拳 继续击出 随着朱鸿武 出拳的动作 拳势不断向前 一圈又一圈 至上统一神光 包围在轮盘边缘 随着轮盘 一起旋转 太皇宫中的 梁盘一声不响 突然仰手 打出一道黑光 却是之前 他和古族族主 古君 一同追杀 被林峰重创的明皇 两人各得到了 几张生死簿的书页 除此以外 仅存的成天太虚玄光 同样再次加持到了 朱鸿武身上 这一刻 凡是能被催动的力量 都尽数被梁盘 和朱鸿武调集 尽数投诛于这一战中 要在绝地之下 杀出一条血路 谋求翻盘 林峰坐在 盈州仙山上 看着这一幕 表情轻松依旧 脸上神色似笑非笑 心念洞出 诸易反须法体中 与之相合的神州顶 所画小神州世界内 一抹金光 冉冉升起 照亮四方 那是一个 闪动金光的小小圆盘 正是原始金盏 原始金盏 没有飞出朱鸿体外 而是散发出 道道金光 也加持在朱鸿身上 让朱鸿和彼岸金桥 力量增长 再次迎上朱鸿武 这更加恐怖的第二拳 金桥重新变得光彩夺目 气象万千 两边的点点火光 从风中残烛似的模样 瞬间又重新旺盛起来 熊熊燃烧 火势越来越大 最后化为道道 通天火柱 直冲云霄 真有聊天之事 朱易和朱鸿武的视线 对碰在一起 朱易双手背负身后 突然笑了起来 朱鸿武 你之前被我废了五道修为 现在借助佛门金身 重塑躯体 意图恢复修为 但欲速则不达 在压力下 被迫提前破关而出 埋下重重隐患 你若是彻底炼化了金身 确实可以更进一步 但现在的你 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 实在是让我失望得很啊 一经推演之下 朱鸿武此刻的状态 朱易动若观火 你在提升 我也在提升 从雪风国那一战之后 你我的石头便彻底逆转 我比你强 比你提升更快 你永远也翻不了天 我能废你第一次 就能废你第二次 你恢复几次 我就废你几次 你终究要被我侵去娘亲坟前 朱易说话慢条斯理 其中蕴含的强大自信 让朱鸿武感到心灵振振刺痛 爬得越高 摔得越狠 这一次再废掉你五道 把你打回凡人 不知你还有何手段 能再站起来 修为越高 跌落凡尘 对心灵打击越沉重 之前五道被废 朱鸿武心中只是愤怒 却没有多少绝望 因为他和梁盘 还有些办法可想 心里多少有底 但这次如果再败 真正的一败涂地 还想东山再起 千难万难 此念一生 朱鸿武悚然而惊 他竟然被朱易 动摇了自信与意志 开始质疑自己 他立即重新定入心身 神色恢复平静 冷然爽 你这 你以为你们赢定了 你却不知 输的是你们 话音未落 虚空中悬浮的方丈仙山 忽然震动起来 然后就见一条条 暗金锁链 通向虚空之中 竟然突破了 营州仙山 无名古镇的力量阻隔 与营海世界 建立起联系 方丈仙山山顶大殿之中 梁盘的分身 盘膝而坐 双掌法掘不停变换 终于完成最后一步 将方丈仙山 重新炼化 梁盘目光不停闪烁 种种思路层出不穷 现在他顾虑着 便是林峰本尊 按捺不住 终于降临营海 红武 目的已经达成 我们速走 梁盘没有丝毫磨蹭 立即催动方丈仙山 要尝试突破 营州仙山 对这片天地空间的封禁 而朱红武也悍然 击出了第三拳 敌注朱翼和彼岸金桥 说吧 他便有心跳上方丈仙山 和梁盘一起退走 但就在这时 虚空突然动开 一个庞然大物 不受营州仙山 丝毫阻隔 降临这片天地 那周长五千里 外围有一片 苍鸣空间之海 包围的仙山上 九道清气不停涌出 点点华光笼罩 蓬莱 梁盘和朱红武军臣 同时身体矩震 目断口呆 只感觉自己的思维 停止运转 浑身上下如坠冰枯 满是寒意 林峰的酒气分身 端坐蓬莱仙山之上 微微一笑 然后蓬莱仙山 便向着方丈仙山冲去 陛下 方丈绝不能再落入 他们的手中 朱鸿武急声说道 声音少见地失去了平稳 显得有些气急败坏 脸色也变了 朱鸿武深吸一口气 再次出拳 打向营州仙山 朱一催动彼岸金桥 横根虚空 再次结下朱鸿武的攻势 而方丈仙山上 梁盘的分身 双目中 无数复杂情绪闪过 最后归于决然 然后 梁盘驱侧 方丈仙山 主动向着 林峰的蓬莱仙山 悍然撞了上去 他们此刻 唯一的机会 便是盈海掀起大潮 将所有人一起吞没冲散 如此 方才有逃出升天的希望 朱鸿武显然和梁盘 是同一个打算 也再次将力量摧发到极致 迎战朱义 为梁盘创造机会 同时伺机而动 在盈海大潮来临之后 随时准备趁乱脱身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574章 林峰的战神分身 端坐于盈州仙山上空 这时候站起身来 面带微笑 他驾驭蓬莱仙山 于这个时候现身 便已经预想到了梁盘 或许会铤而走险 搏个一拍两散 对此他早已经有所准备 我说你们知道的信息太少了 可不仅仅单纯 只我手头掌握了两座仙山啊 同时掌控两座仙山 究竟能做下什么 你们也不知道 毕竟在临风之前 还从没有过一个人 同时掌控两座仙山的情况 就见蓬莱仙山与盈州仙山上下夹击 将方丈仙山牢牢锁在中央 方丈仙山同盈海之间相连的 道道暗金色锁链 在这一刻突然根根断裂开来 笼罗仙山的天心方丈玄光 竟然也不由自主暗淡下去 仿佛陷入沉寂中 任由梁盘如何驱策也没有回应 梁盘可以感觉到 他与方丈仙山的联系并没有断开 但是方丈仙山却似乎陷入了静止 不论是空间还是时间都静止不动 林峰 梁盘和朱红武同时怒吼一声 只感觉心头低血 下定了决心想要拼命 结果却发现自己想拼命都拼不了 自己的决心在对手眼里 不过是个笑话 这对于他们来说 无疑是更大的屈辱 可是他们却不敢再过多停留 强行将心中负面情绪压下 当机立断 想要趁着盈州仙山和蓬莱仙山 一起镇压方丈仙山的时机 突破空间封禁 立刻远顿 但林峰却早有准备 坐在蓬莱仙山上的酒气纷身 悠然患道 造化 一个童子出现在他身旁 明眸好耻 俊秀不凡 嘻嘻笑道 老爷放心 他们走不了 说吧 这童子身形消失 一条悠悠岁月长河出现 飞顿天际 与封禁虚空的无名古镇相合 使得无名古镇中也传出 那好像蕴含了主宰天地 岁月流逝的力量意境 空间封禁之力再次加强 与紧追朱红武梁盘身后的朱翼 将对方一起堵在这片虚空之中 在梁盘至上统于神光加持下 朱红武犹如崩灭天地的魔神 一拳击出 全势落在无名古镇之上 顿时将排列成镇室的一块块玉板 打得布满裂纹 眼看就要碎开 但被这么阻了一阻 朱翼和彼岸金桥便已经到了他身后 强大的力量落下 迫使朱红武不得不回拳迎击 彼岸金桥横跟天际 猛然一摆 落在了朱红武头顶 然后向着他和太皇宫打朱天伦 一起镇压下去 金桥上 十天号双掌发觉变换 整个人气息一变 显化了自己荒谷太极图的元神化身 而站在他身后 立于彼岸金桥上的十二天神将灵体 则也轰然间化作十二金人的模样 一起帮助彼岸金桥镇压 如此庞大的力量镇压下来 饶使朱红武良盘也不停提振法力 却也被彼岸金桥压住 虽然没有被破开防御 却只能被动地支撑 于是结果便是 朱一的攻势开始越来越密 使得彼岸金桥力量也越来越强 桥下的朱红武良盘的压力急速增大 他们爆发的频率 渐渐赶不上朱一爆发的频率 到了后来 反而是朱红武 那如同琉璃佛像一般的身躯上 开始出现道道裂痕 打朱天伦和太皇宫 也在不停冥想和颤抖 仿佛不堪重负 朱红武的神情猛然变得沉静下来 然后突然伸手握住了大朱天轮 重重砸向阻住他们去路的无名古镇 他直接主动落了自己的大朱天轮 利用那仿佛诸天破灭 造化灭绝的恐怖力量 终于在本就密布裂痕的无名古镇上 开了一道口子 而他自身 全身上下佛光波动 燃烧熊熊烈焰 得出一种往生极乐 清静自在之意 向着彼岸金桥下方撞去 梁盘看着撞向彼岸金桥的朱红武猛喝道 红武 你 朱红武的声音在太皇宫大殿内回响 那聂处虽然兵解肉身 斩断与臣的血缘 但他终不会杀臣 而是要生情活捉 只要臣不死 总有重头再来的机会 而陛下您必须离开 否则危矣 陛下 速走 速走啊 梁盘仰天长叹一声 太皇宫震动间 急速向着无名古镇上那个缺口飞去 而朱红武全身燃烧 整个人像陨石一样 撞击在彼岸金桥的桥底 朱毅站在彼岸金桥之上 声音响彻还语 你想求死 利用我阻止你 升起你的机会 让梁盘趁机逃走 朱毅头顶易道福 不停扩展推演 动若观火 瞬间便将朱红武的打算 看得一清二楚 想法虽好 但是没用 朱毅与其平静无波 你们跟我 跟本门之间的差距 太过巨大 从一开始 你们的生死便由不得你们自己 一边说着 他眉心之中 神州顶坐镇的两仪生灭镇 便已经飞出 然后在虚空中轰然扩展 向着想要顿逃的太皇宫压了下去 梁盘强行催动太皇宫 暂时挡住两仪生灭镇 但就在这时 破碎的无名古镇裂缝处 造化童子笑眯眯看着朝自己 急迟而来的太皇宫 一言不发 头顶一口旱天动地 看似极小 又仿佛极大的古钟 悠然鸣响 岁月之河再次出现 将想要顿走的太皇宫吸住 黄吉开天法轰然炸裂 最后的成天太虚悬光 也消磨殆尽 梁盘和太皇宫 勉强挣脱了岁月之河的镇压 但仍然被漫漫长河卷住 难以脱身 下一瞬间 神舟鼎与两仪生灭镇 已经轰然镇压下来 将太皇宫卷入镇中 四师妹 梁盘今日七处已尽 由你处置吧 至于钟弘武 我要请他去我娘亲分前 有什么事情 还请容后再说 朱毅转身看向一直静静 站在彼岸金桥上的月红颜 太皇宫被两仪生灭镇 和神舟鼎镇住 神武军几乎溃灭 他已经翻不了身 师妹 你有沙罗仙护佑 当没有危险可言 不过 梁盘在河道境界强者中 也是顶尖人物 此刻纵是虚弱 你也切无大意啊 月红颜双瞳之中 仿佛有火光在闪耀 他静静说道 换了别的对手 我无心解师兄你的便宜 纵使现在不敌 我也有自信 将来可以亲自胜过对方 将之超越 将之击败 唯有梁盘和朱鸿武二人 越早看他们踏上陌路 我越是高兴 越是感激二师兄 二师兄放心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冷静 因为我知道 我不冷静 就报不了国仇家恨 我等这个机会已经多年了 从还是孩童时起 便在等待着这一天 现在这一刻 终于来到我眼前 我会牢牢抓住 说吧 约红颜已经自彼岸金桥上跳下 落入太皇宫中 沙罗妙树仿佛一根小树枝般 悬浮于他的头顶随风摇曳 我就为四世界处理梁盘以外的对手 也和玄天印一起落入太皇宫里 皇上 朱鸿武目自欲裂 狠狠打向头顶的彼岸金桥 要将之震开赶往太皇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沐阳 后期制作叶子 第1575章 朱易平静立于彼岸金桥之上 石天昊与十二金人都化作光流 下了金桥 将朱鸿武团团围住 但没有动手 只是神识意念将朱鸿武锁死 彼岸金桥轰然压下 让朱鸿武不得脱身 朱易双掌一合 狂暴至极的盗绝十方之法 重重轰击在被彼岸金桥镇住的朱鸿武身上 直接将他的身躯打成碎片 灵状 灵状 朱鸿武的身躯仿佛破碎的佛像 但他并没有死亡 虚空中没有血液 只有朱鸿武碎裂的一块块身体碎片 朱易说 朱鸿武 今日你再逃不了了 他身上道道气流涌动 形成光暗曼陀罗诸天大结界 把一块朱鸿武的身体碎片封印在其中 朱鸿武不停挣扎咆哮 孽随着他的咆哮 那些碎片不停窜动 要从光暗法坛里冲出 过躁 朱易扫了那些碎片一眼 手掌一抬 便是一个四项大周天阵落下 将所有光暗曼陀罗诸天大结界一起收拦 然后手掌拍下 法阵和结界一起震挡 把朱鸿武身躯所化的碎片 打得更加细碎 击成粉末 虽然才只是初步练化 幽婆梨的金身 但要再废去你的武道 比起上一次要困难了些许 朱易声音中没有任何情绪 仿佛在诉说一件理所当然 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结果不会有任何变化 对我而言 只是付出一些时间罢了 言罢 朱易便不再多言 彼岸金桥光辉一卷 将虚空中的大周天轮卷起 然后整体向着太皇宫落下 朱易和石天昊一起下了彼岸金桥 落在太皇宫范围内 就近太皇宫大殿前的大教场上 李源放正盘膝而坐 周围一道道光流弥漫 组成巨大的法阵 笼罩四方 太皇宫内的大周皇朝修士 此刻都被李源放的法阵所困 难以有丝毫动作 归属玄门天宗 和洛居一脉的大城技术法宝 玄天印静静悬浮于半空中 和李源放的阵法呼应 威势将这里完全镇压 李源放见了朱易和石天昊二人 开口说道 符龙碑被两排 进一步换入了大殿之中 符龙碑和开疆船 皆是大周皇朝所属的大城技术法宝 不过不管是李源放 还是石天昊朱易 神色间都并不担心 仿佛很短暂 又仿佛很漫长 大殿内突然传来 前所未有距离的法力波动 然后又很快归于平静 不过片刻功夫之后 脚步声响起 一个身穿铠甲 道持长脊的身影 从大殿中走了出来 铠甲右肩之处 裂开一道缝隙 从中可见阴阴血迹 但这个身影上 勃然而发的气势 却直冲九天 射人心魄 在他身后 悬浮着一根树枝 树枝上闪动 无金色光泽 形成一团光蕴 光蕴犹如一个小世界 里面可以看见一块石碑 朱易十天昊 李源放见了他 脸上都露出笑容 来者自然便是月红颜 看着一众同门 他虽然脸色苍白 显得有些气血虚弱 但脸上却浮现出灿烂笑意 然后抬起自己的左手 在他的左手中 握着一顶 已经破碎的平天棺 株连破碎 黄者气息沦丧 只剩破败之意 这顶平天棺之前 便是戴在梁盘的头上 而现在 却到了月红颜手里 梁盘结果如何 不言而语 朱易突然感到 被自己封印住 原先疯狂 挣扎反抗的朱红武 这一刻陡然沉默下去 而在短暂的沉默之后 则是疯狂的爆发 狂暴的怒吼声 从封印结界里传出 在虚空中不停回响 贼臂杆耳 逆子杆耳 竟然敢加害圣上 你们不得好死 必将永坠地狱 朱红武身体碎裂之后 的一块块碎片 刺客都扭曲起来 本来被朱易一掌 几乎拍成碎末 现在不停凝聚 更闪动耀眼光辉 光辉里 映照出一个又一个 朱红武的身影 全都前所未有的震怒 但叫我还有一口气在 便定要将你们这些 大逆不道的贼子 明正典型 朱易摇了摇头 到了现在 还要冥顽不灵吗 你的意志却是坚定 即便到了此刻 也不曾彻底失去信念 仍然一以贯之 这是你强大的根本 但也是你覆灭的根源 手指动了动 朱易捏了几个法绝 强大的力量 再次镇压下来 滚滚法力 化作圣兽麒麟 震慑群邪 使得封印更加稳固 顿时将朱红武 继续镇压住 不给他丝毫翻身的机会 朱易转头看向月红颜 四十妹 恭喜你总算大仇得报 得偿所愿 一旁的石天浩和李源放 也一起说道 四十姐 恭喜你 月红颜 看了看朱易手上 拖着的封印结界 目光中杀意凛然 在他的视线转向朱易三人时 目光则变得柔和起来 甚至就连他那对 微微竖起的剑眉 此刻似乎都弯曲柔顺了不少 无数前尘往事 在月红颜心底浮现 也有无数人的身影 在脑海中闪过 此刻 终于完成了自己 最大人生目标的月红颜 心中涌现出许多复杂的情绪 他从太皇宫中 飞腾而起 到了虚空里 看向那纵向重叠在一起的 盈海三山 然后朝着仙山败道 林峰落在蓬莱仙山上的 九七分身 和落在盈州仙山上的 战神分身 看着月红颜都微微一笑 红颜无妥 无需如此 你只要辨明自己 接下来要走的道路 为师便心中安慰喜悦 方丈仙山之上 此刻突然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 身穿白色鳞甲 头顶双脚 周身上下雷电闪耀 却是林峰的雷龙分身 雷龙分身手上提着一个人 却是梁盘的分身 此刻双目紧闭 无声无息 已然入灭 林峰的雷龙分身 也看向月红颜笑着说 你的人生还很漫长 月红颜在半空中向着林峰参拜 双瞳之中隐约可见一层雾气 但是转瞬即逝 重新变作明亮火光 耀眼动人 朗声说 全凭师尊和师门造就 弟子敏感五内 师尊教诲 须于不敢有望 朱一和十天昊李源放 也一起自太皇宫中飞出 朱一向林峰行了一礼 师尊 弟子打算 这就返回玉京山上 嗯 你自去吧 是 师父 朱一转头看向月红颜三人 这里便交托给你们了 我要带朱红武去我娘亲坟前 也算是彻底做个了断 月红颜目光明亮轻声爽 也恭喜二师兄 你终于得偿所愿 今日之事 我要谢过二师兄 六师弟和天昊你们 感激不尽 朱一三人一起摇头 客气了 我等同门 分数应当 说吧 朱一便登上了蓬莱仙山 在那里有林峰设立的空间阵法 可以将人直接传送回昆仑山 朱一回了玉京山 竟自来到自己的洞府前天殿所在 在大殿一旁 被开辟出一处小世界 在小世界中心有一座山峰 沿着小路上山 在半山腰处 可见一座坟 可见一座坟种 朱一来到坟种之前 法力一松 封印解开 朱鸿武的身躯碎片便开始飞速聚集 那些如同琉璃般的碎片之上 映照出朱鸿武的面孔 目光冰冷盯着眼前的墓碑 朱一双手一抓 法力连续涌动 将朱鸿武破碎的身躯 重新捏成一个整体 但就在这个过程中 他神通法力猛然震动 使得朱鸿武重新恢复的身躯 变得布满细密裂痕 裂痕之中 道道光流不停起伏 使得这些裂痕无法合拢 朱鸿武身上裂缝里 被注意法力一提 大量元气精气泄出 朱鸿武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 双瞳之中陡然可见 道道光彩闪现 极限之间 他目光中竟然有八卦物像生灭 造化开丽之奇景 在朱鸿武此刻的法力气息之中 赫然流露出几分 天道得惊的力量意境 这是在他炼化朱鸿原先肉身之后 此刻又被朱鸿以法力炼化 内外交加之下 渐渐捅破了那一层窗户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576章 在这一刻 朱鸿武竟然锁住了 自己外泄的精气 不让朱鸿得手 他的长笑声 在小世界里回响 女子 你奈何不得我 你一切努力都只是徒劳 反而让我窥破 你门中到法秘密 更上一层楼 你们玄门天宗的道法 在我眼前 已经不再是隐秘 逆子 你所做的一切 最终只是让我变得更强大 你终究要败给我 此刻的朱鸿武 只感觉以前许多 一直困扰自己的难题 迎刃而解 但就在这时 朱鸿武的声音突然响起 朱鸿武 你的梦该醒了 朱鸿武手掌伸出 猛然一动 四项大周天阵 和光暗曼陀罗 朱天大结界的封印 重新加诸于朱鸿武身上 朱鸿武此刻 毕竟还没有真正 参悟天道德经 也没能化解自身伤势 被朱鸿的封印之力一照 身体气血法力 运转 顿时迟滞 朱鸿武 静静地说 朱鸿武 放开我们的恩怨不谈 你心性意志之坚定 天资悟性之卓越 实力尽境之迅猛 都非常少见 实属出类拔萃 他日成就末法之境 甚至有可能赤手空拳 胜过某些末法大妖 但这并没有用 从我成就原神那一刻起 你我的运势 便已经彻底逆转 同境界 你实力不如我 修炼进步速度 你同样不如我 同境界 你不是我对手 拿境界高度压我 你也做不到 便让你成就末法 那时的我 走到哪一步 你可能想象 他施加在朱鸿武身上的封印 一放即收 然后便是一掌 轻描淡写拍落 盗绝十方之术发动 朱鸿武身上的裂缝中 顿时有大量精气元气 难以抑制地狂喷而出 经过了先前的变化 朱鸿武一贯坚固的心境 出现了巨大裂缝 绝望的情绪这时 终于涌上朱鸿武的心头 而且越发浓重 朱鸿淡淡地说 你的道理 道是力量 理是理学 别人不信你的理 你就以你的道 强迫对方信 为逆者 尽属诸除 顺畅逆亡 当你失去你的力量之后 你或许心中 还会信奉你的理学 但你无法强迫 旁人信你了 朱鸿武一贯平淡 但却仿佛一柄大锤 连续不停敲击在朱鸿武心头 让他心境上的缺口越来越大 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很正常 而我今日为我娘亲报仇 废去你的武道 让你对他低头 也是天经地义之事 朱鸿武猛然抬头 双目之中冷静之色 已经彻底消失不见 只剩疯狂与怒火 死死盯着眼前的 孟兵云的墓碑 怒笑声中 突然燃烧自己的身躯 再行舍身之法 朝着孟兵云的粉肿撞去 当日 古念生命 没有大意灭亲 一直有今日之火 我不服 更不甘 一起毁灭吧 他提表裂痕上 还源源不断 要精气泄出 这时就仿佛火星 溅到了油锅里 顿时引发熊熊大火 看着这一幕 朱一摇摇头 明顽不灵 久游自取 他双掌张开 似乎对朱鸿武撞向 孟兵云的粉肿并不阻拦 但是一道道 法力不停波荡之间 在朱鸿武撞上 墓碑的瞬间落下 强大的力量 将朱鸿武的身躯 直接挤得破碎 重新变成碎片 这些碎片 无法重组为朱鸿武的躯体 而是在朱一的法力作用下 竟然一分为四 化作四面围栏 落在坟种周围 这些围栏 全部都呈现琉璃之色 澄澈通透 传递出清静慈悲之意 娘亲 你生前为太虚冠 出出门墙 我今日以佛门法力 加持您的坟种 还请您不要见怪 朱鸿武明完不灵 最后时刻 仍要作乱伤害您 便让他的后半生 在您坟前忏悔吧 朱一立在墓碑之前 久久不语 浩阳分身出现在他身旁 手掌一瘫 放出一个人来 却是少青城 少青城此刻震惊地看着朱一 和眼前坟墓 朱鸿武被朱一炼化成了 孟冰云坟墓的一部分 朱一自然不会将之炼化成法宝 他转头看向少青城 静静地说 我曾经说过 我不会杀你 但你这辈子都要留在我娘亲坟前扫墓看坟 他再次展开神通 封印炼化少青城 这个过程可比炼化朱鸿武要轻松得多 少青城修为被废 便如同一个凡俗妇女一样 想到朱一方才的话 他全身发抖 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聂中 有本事你便杀了我 要我给那贱人看坟 你休想 少青城有心激怒主意 特意做出粗鄙举动 口水朝着孟冰云的墓碑上萃去 墓碑外围的围栏光芒陡然一亮 老远便将少青城的口水挡住 并且反弹回去 落在少青城脸上 围栏中 朱鸿武的怒吼声 陡然变得高昂 但却转瞬即逝 重新变得低沉衰弱 看着那些围栏 少青城脸上表情 似哭似笑 复杂至极 红武啊红武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现在也是在给孟冰云守目了 将少青城修为废去 朱鸿双筒陡然变得漆黑一片 此刻与凡人无异的少青城 接触到朱鸿的眼睛 意识顿时一阵模糊 脑海中突然蹦出一个念头 明 明皇道统 我从不做奴役他人之事 唯有你是例外 这是你应得之惩罚 朱鸿淡淡地说道 利用明皇道法的奥妙 在少青城脑海中设下尽致 让他即便再不情愿 也只能乖乖为孟冰云勘焚焚焚 更无法做出任何有损焚焚焚之事 也无法自杀自残 朱鸿点燃一束箱 再次拜祭孟冰云之后 转身离去 小世界内 从此只鱼一片清静 此时此刻的白云山 仿佛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祥和宁静 白云山深处 一间十室内 三个女子相对而坐 其中坐在主位上之人 乃是一个白衣女子 五官外貌看上去 既有成年妇人的风韵 又像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小女孩 她正是太许馆太上长老会成员 已经顽固的轻衣道尊之弟子 燕明月的恩师云远珍 在她对面 则坐着一个同样身穿白衣 衣镜上绣着白云的女子 却是太许冠又一位太上长老 御渊道尊 御渊道尊静静地说 云师妹 你们之前的设想 如今看来已经难以实现 接下来做何打算 她视线在云远珍身上 和坐在云远珍身边的青衣少女身上扫过 那是云远珍的弟子燕明月 云远珍轻叹一声 大周皇朝本已经是最合适的选择 若非玄门天宗的出现 一切本应很顺利才是 不过事已至此 说这些也没有什么益处 纯如御渊师姐你所言 我和明月的设想 如今难以实现 至少玄门天宗存在一致 便难以实现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商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577章 燕明月坐在一旁 始终一言不发 静静听着自家长辈的交谈 这时微微躬身 此前是明月思虑不周 玉渊道尊和云远珍文言 都摇了头 云远珍说 无需自责 在玄门天宗的问题上 失算之人 并不仅仅是你一个 真要说的话 包括仙师 太医师伯 镇医师伯 玄医师叔他们 还有为师 以及其他人 都看走眼 燕明月再次沉默下去 她不禁想起 当年西陵城一战之后 自己同林峰的交谈 明月对大海更有信心 船再大 终究是在海中航行 那可不一定 本座这条船 也许会飞的 燕明月自嘲地摇头一笑 曾经她已经有过预感 这些年来预感不停变为现实 但她确实没有想到 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快到让玄门天宗以外 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措手不及 大舟覆灭在即 其他势力难堪大用 甚至都在渐渐依附 倾向于玄门天宗 神舟浩土的局势 越发恶化了 云远珍轻声叹息 距离玄门之主 死去伪装 真正露出自己 凶恶獠牙的一刻 怕是已经为妻不远了 玄渊道尊面无表情地说 玄门之主本尊不懂 和她内柄兄贱一起坐镇玉金山 威慑天荒群妖不敢妄动 只是她门下弟子 便可令大舟皇朝覆灭 而其他人顾忌玄门之主本尊 都不敢轻易插手 本贯封山不出的情况下 只能坐视这一切发生 大舟覆灭 真正所虑者 是玄门天宗有可能因此 而再次实力提升 太桓公和大朱天伦都是重宝 一旦臣服玄门天宗 后果不堪设想 若是因为梁盘 朱鸿武的缘故 导致方丈仙山 也落入玄门天宗之手 那他们手上就会同时拥有 盈州和方丈两座仙山 如此一来 下次银海再次真正重开之时 玄门天宗的优势就太大了 玄门道尊说到这里 云远珍和燕明月都神色凝重 云远珍看着玄门道尊 朕一师伯他们 可是有意出手 收取太桓公和大朱天伦 玄门道尊答道 虽然最初有过此等想法 但是却没有机会 玄门之主在盯着天荒广路的同时 也在盯着本贯 此时出手 绝非明智之举 他和云远珍对视一眼 都摇了头 明皇重伤引顿 难有作为 古族经此一役 只怕会正式全面 导向玄门天宗 玄门道尊冷冷地说 有可能借入此次伐周者 便知剩下佛门了 只是不知 他们对于玄门天宗 会如何看待 虽有当年因果论道之事 但如皇义深修为境界 都远非寻常佛门修事 可以起及 如何看待因果论道 难以预计 从力量层面上来说 未来星宿琉璃府 是他从未去过降生与未来 成就现在这彼岸的化身 玄傲莫测 在降生之后 随着时间推移 力量会飞快地增长 达到巅峰之后 若是和玄门天宗为敌 倒是也可以分散 玄门之主的一些注意力 寅远真说 佛门如何动作 眼下还难以判断 倒是天荒广路那边 许多大妖蠢蠢欲动 但是 设以玄门之主本尊未动 所以 也都只能望而却步 现如今的玄门天宗 有任何动作 都将引起神州浩土 与天荒广路 各方势力的全面关注 两界战争中 因为临风而吃过大亏的妖族 无疑不再想着找回场子 太虚冠和浩天境之外 人族崛起一个更强大的势力 对于大妖们来说 绝对不是好消息 玉渊道尊目光微微凝固 云师妹 朱毅和朱鸿武 在雪风国那一战的光影图像 你看过了吗 云远真知道 玉渊道尊想要说什么 脸色微微变化 沉默了一下后才达到 玉渊师姐 我明白你的意思 玉渊之主的弟子朱毅 刚刚登陵返须致敬 个人神通法力之强 极可媲美 末法之境的大能修士 如此恐怖的实力 害人听闻 云远真缓缓地说 朱毅的几个同门师兄弟 与他同一境界的情况下 多半在伯仲之间 时事中顿时陷入沉默 玉渊道尊喃喃说道 违想玄门之主 历年以来的出手 他究竟 想到这里 不管是玉渊道尊 还是云远真和燕明月 都甚至有些 不敢继续细想下去 到了此刻 猜夺这些已是无用 重要的是 他是神州浩土 当下第一强者 这是实实在在 摆在眼前的事情 云远真叹息一声 摇了摇头 此次两界战争之后 神州浩土的主动权 便已经不再由本官掌控 本官现在封山 以谋未来 这是一种无奈 但我们只能接受 我接下来会在 白云山静养不出 明月也会留在 白云山前修 我们之前的设想 暂时要无限期地搁置了 一旁的燕明月 神色平静 显然早已知情 对着御员道尊 徐徐点头 御员道尊说 也好 一切便都留待 领海之时 再见分晓吧 悬门之主 没有倾覆银海 梁盘 朱鸿武 还有几分逃脱的机会 正说着 一个光团突然在 石室中央出现 从中传出一个声言 这声音平淡干涩 没有任何语气变化 正是林道涵的声音 御员道尊 云远真和燕明月 齐齐汗手 灌主 便听林道涵继续说道 梁盘 朱鸿武落败 皆被擒杀 太皇宫 大株天伦 和方掌仙山 尽数落入 玄门天宗之手 御员道尊三人 都发出一声浩叹 如此一来 若能消化了这些收获 玄门天宗 实力将再次狂掌了 谁知林道涵接着说 此外 玄门之主深藏不露 闭而不宣 盈海三山 除了盈海仙山以外 蓬莱仙山 也一早便落入其手中 现在 再加上 方掌仙山 三山 已经尽数落入 玄门天宗掌控 盈海 威夷 听到这个消息 玉渊道尊 云远珍和燕明月 都瞠目结舌 什么 三座仙山 进入 玄门之手 林峰有可能 炼化盈海 这个消息 所带来的震撼性 更要超过 梁盘 朱鸿武 覆灭 太皇宫和 大朱天伦 皆落入 玄门天宗之手 此刻的影响力 也被 盈海变故 盖过 消息传出 一时之间 整个天元 大世界 风起云涌 凡是得到消息的 强者 进阶震动 不仅神州 浩土上 有道道 强大气息 奔赴东海 便连东海上 与天荒广路相连的 介遇通道 此刻也 动荡起来 对面有 数道强大 妖气 意图通过 所有人的 注意力 此刻都落在 盈海之上 一贯果决的 大能强者们 此刻都陷入 短暂的 混乱和沉默中 躁动而又克制 盈海中的情况 谁都无法确定 消息真假 也有待验证 但若是 林峰 真的有可能 炼化盈海 那么不论 人族 还是妖族 都不会乐于 看到这一点 而在此刻的 盈海之中 林峰的雷龙分身 已经将 方丈仙山 炼化 三座仙山 正式全部 落入他的手中 在这一刻 林峰隐约间 感觉 自己的心神 仿佛与 整个盈海相连 广阔无尽的 盈海 仿佛化为 他身体的一部分 三座仙山 进入手中 确实可以让我 成为 盈海之主 但目前只是 踏上正轨 想要将之 彻底炼化 还需要一些 水魔功夫 林峰心下 了然 微微一笑 雷龙分身 坐于方丈 仙山之上 视线望向 远方虚空 林峰 淡淡地说 未来星宿 琉璃 佛主降临 本座不胜 欣喜 那虚空之中 突然闪现 一点光芒 光芒中 端坐一尊 通体如琉璃 升四万八千 手臂的佛陀 其手臂张开 每只手的掌心上 仿佛都有一枚星辰 在闪动光芒 他看着林峰 悠然叹息 林峰本尊没有至此 却仍然可以察觉 他的存在 三山入手 成就盈海之主 看起来已经是 不争的事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578章 林峰守一挥 法力卷住太皇宫和大朱天伦 将他们尽数投入 两仪生灭阵中 彼岸金桥也一并进入其中 与神州鼎一同镇阳 两仪生灭阵急速运转起来 不过片刻功夫 一个个光点从法阵内缓缓飞出 落向未来星宿流离佛主面前 那一个个光点 流露出圆绝自在之意 赫然是一颗颗舍利子 这些舍利子之前 被梁盘与朱鸿武 炼化到了太皇宫和大朱天伦里 此刻都被林峰一点一点 重新提炼出来 未来星宿流离佛主 看着一颗又一颗舍利子 落在自己面前 沉默不语 营海之外 街域通道路口附近 正当众人蠢蠢欲动之时 虚空突然破开 一个面容甜淡 可是周身散发冷意的白发青年出现 所有人瞬间认出 这白发青年乃是悬门之主 林峰座下第三弟子 吉道上尊汪林 汪林神色平静和缓 没有任何波动 现身之后伸手一点 一道光流便即飞上天空 东海海面上 突然呈现一片光影幻境 光影中正是林峰本尊 而在林峰身旁 一个容颜绝世的女子 静静站立 一言不发 看着林峰本尊和那女子的身影 东海之上所有强者气息 进阶一磨 作为新晋神州浩土第一圣地 玄门天宗现在是真正的大事已成 想要撼动 恐怕需要举世之力才行 但在目前来说 这却是无法实现的事情 部分人此刻 甚至已经转而在心中安慰自己 得到盈海守成有余 进取不足 局势总还不算太坏 不算太坏啊 话虽如此说 但便是这样想的人 其本身也感到嘴里振振发苦 林峰的声音从光影幻境中传出 天缘七海 奥妙无方 本门机缘之下 巧得盈海 本带稍后正式通告天下 不曾想各方道友提前来贺 以至于怠慢了各位 倒是让本座颇为过意不去呀 些许薄酒 让各位见笑了 汪林在虚空中覆手而立 没有说话 他身旁虚空裂开 其手作弟子李星飞从中走出 向着虚空团团一礼 然后双手徐徐一抬 倒倒光流 飞向空中各个方向 每到光流之中 各有白玉杯盏 香气四溢 灵力浓郁 虚空中有人发出一声长叹 结果杯盏一饮而尽 叹息道 恭贺玄门之主 成为营海主人 赐我神舟之谢 说吧 转身挤走再不停留 随后 越来越多的人 饮了杯中酒 神色复杂的叹息 恭贺玄门之主 成为营海主人 一道又一道强大气息 在虚空中相继消失 东海之上 重新恢复平静 云淡风轻 仿佛之前一切只是幻觉 昭灵悬光玉夜 以迎舟仙山上的甘礼 配合蓬莱仙山出产的灵草 一起酿制而成 看见这酒的时候 之前到场的一众强者 就都苦笑起来 酿酒需要时间 非一朝一夕可成 除了迎舟以外 蓬莱落入林峰手中 也明显不是短时间内的事情 林峰此前一直觅而不宣 而此刻则不再继续保密 显然已经做好了安排 林峰本尊和旋离不动 不管是聚集来到 营海入口外的众强者 还是营海内的 未来星宿琉璃佛主 便也都无法轻举妄动 未来星宿琉璃佛主 看着林峰 细细打亮了他片刻 始终不发一眼 林峰的三个分身 分别端坐于三座仙山之上 也都只是面带微笑 没有任何言语 当一颗颗舍利子 全部从太皇宫 与大诸天伦里 被提炼出来后 未来星宿琉璃佛主 抬手将所有舍利子 全部收取 未来星宿琉璃佛主 步步生连 就此离去 林峰并没有干涉阻拦的意思 舍利子还给对方 是结善因 日后自会有善果了断 但不影响林峰 与未来佛之间 必然要了断的未来因果 舍利子他留着无用 也无心用之祭练 法宝法器 便索性归还了就是 也不多存其他想法 倒是另外一件东西 林峰有几分兴趣 月红颜来到了蓬莱仙山之上 面见林峰的酒气分身 将一个紫色气团呈上 师父 您吩咐的事情 林峰微笑点头 伸手接过气团 就见气团之上 隐约可见一枚 好像水晶般的紫色晶体 晶体中 有道道光圈 不停扩展弥漫 从中更感觉到 震撼天地的强大力量 正是元属于梁盘的 至上统御神光 林峰揣摩着那枚紫色晶体 心中思量 有趣 有趣啊 梁盘 不得不说 你隐藏得还真挺深 我现在都有点兴趣 若是没有我的存在 你能做到什么地步 在太虚冠的视线注视下 你能否真的走到太皇 明皇 丽皇他们那样的高度 揣摩紫色晶体中 蕴含的力量 林峰可以确定 至上统御神光 是源于梁盘自身 而非后天获得 放眼古今 都是极为难得了 用系统 做潜力评估的标准来说 根古保底是九点 还要有其他多方面的因素 共同配合方可造就 不过 你最终的结局不会改变呀 和朱虹五哥俩好 那就注定要成为 小翼的踏脚石呢 只是不知道 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罢了 林峰失笑摇头 将包裹着紫色晶体的七团收起 林峰已经准备好 将这造化神光 移植给自己门下弟子 只是究竟如何做才能成功 还需要参详一番 收拾了造化神光的问题 林峰将两仪生灭阵 也一起收了 阵中太皇宫和大朱天伦 也还在震动 除了迎海之外 玄门天宗此战最大的收获 自然就是这两件造化法宝 在太皇宫中 还收缴了大量的宝物 各种各样的修炼资源 以林峰现在的家业 看见如此丰富的宝物与资源 也眉头挑起 心中微微生出赞叹之感 先天所生之碧巢珠 南荒古玉大泽出产之 年龄花火莲木 北江雪玉千年积蓄 所生之雪流苏 天下六大旗金之一的 乌光玄铁 已经几乎灭绝的 太古兵系妖族中的佼佼者 有兵兽之称的 护旗之随谷 而除了各种各样的原材料以外 还有多种同款式的成套法器 不同于法宝 法器是可以按照制式来祭练的 这里从武器到防具 又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类型的法器 琳琅满目 数量庞大 法器以外 各种类别的丹药 更是难以计数的天文数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579章 这其中就在太皇宫内 还有一件化生级术法宝 却是一尊丹顶 央视极为古朴 林峰分辨了好久 才认出这是太古时代鼎鼎大名的太初母气顶 林峰摇头失笑 大多数强大势力的崛起 背后都有一口上好的炼丹炼药法宝座支撑 太皇宫和大朱天伦如何处理 先不谈 这口太初母气顶 以及被梁盘 用太皇宫卷到这里的大部分家底 乃至于大成级术法宝 扶龙碑 林峰和玄门天宗都不会占据 而是交托给继承大周皇位的新地良前 林峰倒是无心在大秦皇朝 北戎王庭和大周皇朝之间玩平衡 不过对于亲善自家的势力 他向来都比较优待 此意 嬴海彻底入手 对于玄门天宗来说 便是最巨大的收获 随梁盘 朱鸿武等人一起离开天津城的大周修士 有些被放归 有些则因为过往所作所为而遭到清算 这其中有较为特殊的一个势力 让林峰稍微起了几分兴趣 曾经大秦四大世家之一 后来投奔大周皇朝麾下的雷氏家族 在归于大周皇朝统治下后 大周代雷氏家族不可谓不优后 除了各种资源以外 雷氏家族还从大周皇朝处 得到了太皇法书上记载的顶尖雷法 大混动内景真雷道脸 而雷家最为杰出的少年一代强者雷杰 也成为大周皇朝重点培养的后起之秀 除了大混动内景真雷道脸之外 更得到修行其他道法真传的机会 就林峰所知 雷氏家族是在朱义刚刚传出 要前往大周皇朝天津城的消息时 便被梁盘迁入天津城 之后梁盘和太皇宫撤离天津城 也不忘将他们一并带走 如此看重甚至已经超过许多大周皇室成员 而雷氏家族同雷杰与玄门天宗之间 却也有些纠葛 玄门天宗二代真传中的佼佼者 萧艳焚天涯一脉 二代首座弟子唐骏 同雷杰是同父同母的亲生兄弟 不过这对异母同胞的兄弟之间 关系并不和睦 甚至可以说是仇怨颇深 这一切都源于唐骏和雷杰的父亲唐文华 一个入赘雷家之后 却卷了雷家一件秘宝 然后人间蒸发的唐文华 而其后原本平庸的唐骏突然强势崛起 更是引发了雷氏家族的追捕 其中手段残酷至极 甚至有抓不到活的带尸体回去也行的命令 这追捕直到唐骏一路西逃 败入玄门天宗门下 方才告一段落 玄门天宗第三次开山大典 召开昆仑山法会时 雷氏家族随大洲皇朝一同参加 雷烈亲自面见林峰 想要将唐骏要回 但却为林峰所拒绝 而这些年来 唐骏的成长速度让举世瞩目 作为玄门天宗二代真传弟子最顶尖的人物 早已经进入所有有心人的视野 而对于雷氏家族来说 则仿佛一生生催命中 而不等唐骏先找上雷家 诸易十天号 岳红颜李元芳等人 就先推平了大洲皇朝 虽说时至今日 在唐骏和雷杰之间再做选择 并且补偿唐骏并不困难 但依赖唐文华的问题 始终是雷家人心头一根刺 另一方面 唐骏是否会领情 也是未知之数 包括雷烈在内的雷家人 这时便都神色复杂地看着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唐骏 唐骏的师尊萧燕 此刻便静静坐在主座上 没有说话 而唐骏则站在一旁 看向雷烈等人的目光中 不带丝毫情绪 而在雷烈的身旁 则站着一个青年 面容长相和唐骏有六七分相似 神情和唐骏一样 平静之中 透出几分冷峻和刚烈 雷杰此刻 视线紧盯着唐骏 目光中透出一种奇异的情绪 萧燕神色安然平静 没有开口说话的意思 雷烈看着他叹息一声 神情全部收敛 也不发一言 静静看着面前唐骏和雷杰 这对同胞兄弟 唐骏目光看向雷杰 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的问道 雷大郎 别来无恙 雷杰看着面前的唐骏 目光越发凝固 唐六郎 因为在同辈兄弟中的年龄排行 唐骏和雷杰各自的辱名 分别就是唐六郎和雷大郎 从这两个辱名就可以看出 两人在雷家的待遇差别 但是时至今日 玄门天宗 天苍真君与雷氏家族的青雷真君 在神州浩土上的名望差距 逼知他们少年之时的境遇 却已经是完全颠倒过来 天苍真君唐骏 玄门之主临风坐下 掌门大弟子萧燕的首座弟子 玄门天宗焚天涯一脉最出色的传人 整个玄门天宗二代真传中 都是最顶尖的人物 立至尊灵台 驻至尊丹顶 结成异象子丹 并于结英之后 成功催生出造化神光 震骨朔金 金丹后期时 便曾经丹对丹死斗 斩杀元英后期老祖 在之前的两界战争中 更是表现极为出色 平日里 其人对敌对外颇为强硬 对同门内部则颇为友善 不仅仅在玄天涯内部 在所有玄门天宗晚辈弟子中 都颇有威望 以其他势力的修士来往 待人接悟 宗师气度井然 这些年来 雷杰同样名动八方 当年昆仑山法会上 他折戒于太虚冠敌传 陈兴宇之手 令他曾经天之骄子的 名声蒙尘 但自昆仑山之后 雷杰并没有因此消沉 反而潜心修炼 修行实力都不断高涨 声势在短暂下落之后 重新高涨 更胜往昔 整个神州浩土的年轻强者 能不被玄门天宗与太虚冠敌传 遮掩光芒的人 在当前这个时代 堪称凤毛麟角 而雷杰就是其中最顶尖的人物 但是相较于唐骏的辉煌 雷杰却显得暗淡无光 不是他不够出色 而是唐骏更加强大 唐骏平静地看着雷杰 并没有什么得意炫耀的意思 随着他苦尽甘来 不断崛起 他心中也曾有无限快意 扬眉吐气的感觉 但他并没有沉浸其中 而是时刻警醒自己 不要松懈 继续向着更高的地方前进 所以他现在面对雷杰 心态很平和 不过这不意味着 他会忘记曾经发生的一切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唐骏素来如此 雷大郎 因为父亲的缘故你厌恶我 雷家迁怒于我 一些屈颜服侍的人 在你的默许 甚至暗示下为难我 遮住我 灭灵觉果 毫离之差 我便死在你手上 这些事情我从未忘记 云有头债有种 咱们一笔一笔 慢慢算清楚 心怀与度量 从来就不等于姑息养击 软弱可期 喜得抱怨 何以抱得 唐骏神色平静地说 但这一切 不管是迁怒也好 厌恶也罢 至少都条理清楚 语音分明 唐骏目光看向雷杰 而当初我从父亲故居 离开之后 雷氏家族追捕于我 甚至有活见人 死见尸一说 雷家追捕我 应该和父亲有关 和我通过父亲 故居法证改变体制有关 但是向来厌恶我 又轻视我 不拿正眼看我的雷大佬 你 为何突然亲自追杀我 虽然我跟你不对路 但是我也知道 那时候的你 明显处于失常的状态 恨不得欲杀我而后快 鄙视的我 还尚未入得失门 就算因为父亲 故居的阵法缘故 体制改变 但也不过是一个 逐机器的消失 为何会让你 一反常态呢 听了唐骏的问题 雷杰沉默了一下 当年因得知 事情始末而暴怒的情绪 仿佛又在心底生出 那些写在纸张上的字句 又一次在他眼前浮现 相较于前一个失败的作品 第二个终于成功了 前一个失败的作品 第二个成功 他冷冷地说 现在说这些还有必要 唐骏神色平静 你会告诉我的 不是吗 雷杰再次沉默 扮上之后 一边点头一边栩栩说 是啊 不错 我确实会告诉你 告诉你 我们究竟有多么悲哀 他转头看向雷家家住雷烈 爷爷 雷烈漠然不语 手指轻弹 一小团雷光 漂浮到了萧燕和唐骏师徒面前 雷光中有一样的光流涌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580章 这些雷光是雷烈的法力所化 用来长时间保存那些异样的光流 萧燕深至一点 便从雷光中揭引光流蕴含的信息出来 她自己没有看 而是首先导入唐骏的神识中 似乎不好奇内容 也不担心唐骏是否承受 唐骏向着自家师父萧燕行了一礼 然后闭上双眼 神识法力与光流相合 浏览其中蕴含的信息 那是某人的意念残痕 被人用法力加以恢复 不过因为残缺太过厉害 所以无法还原出光影图像 只能得到一些声音 我知道 我成功了 毫无疑问 这一次不会像第一次那样失败了 相较于前一个失败的作品 第二个终于成功了 而且耗费的资源精力都更少 不过 雷氏家族已经不能继续待下去了 长此以往 或许会被他们找到踪迹 声音源自一个中年男子 与其平淡中带着几分欣喜 唐俊听来非常陌生 但他也能想到 这个声音的主人 该当属于他和雷杰的父亲 唐文华 而聊聊几句话 已经不难让人勾勒出当年事情的始末 所谓前一个失败的作品 无疑是指雷杰 而那成功的第二个 则是指他唐俊 只是从唐绍华的话语中 唐俊听不出任何舔毒之情 天伦之爱 那个声音中的欣喜之情 绝非得子之乐 而是源于成功这个结果 在这个声音中 提到雷杰和唐俊 便仿佛如同字面意思一般 并非他的两个儿子 而是两个作品 一个失败 一个成功 平淡喜悦之中 蕴含的冰冷漠然 令人不寒而栗 丑到踪迹 这个他们是指谁 雷是家族吗 感觉不像 唐俊微微醋眉 他心中生起名物 唐文华当初 自雷家卷宝潜逃 多半是为了躲避其话语中的 那个他们 卷宝逃走 只是掩护而已 为了让其离开雷家 变得更自然一些 既然如此 这个他们 自然便不是指雷是家族 而是另有其人 而唐文华选择卷宝潜逃 而不是假死脱身 或许又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却不是唐俊通过眼下 手头掌握的信息 所能分析出来 唐俊看向雷杰和雷烈 雷烈缓缓说 你从唐文华的故居离开之后 我们彻查了那里 大舟更秘密请出了太皇宫 最终还原了这点残存印记 雷烈说话间 萧燕也已经浏览过了 那些残存印记 还原出来的声音 脸上表情没有多少变化 仍然端坐不动 唐俊看着雷烈点了点头 然后视线重新落在雷杰身上 说起来 如果不看光影法力流痕 我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与他之间的感情更加淡漠 可以说是全无感情基础可言 从小到大 我遭受过很多刁难与折辱 吹树根源 其实也都来自于他 唐俊稍微沉默了一下 唯一关火舞的娘亲 却因为和他的不告而别 全宝潜逃 以至于郁郁而终 草糟地离开了我们 不过 或许也正是我跟他之间 除了血脉关系以外 本来就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所以即便是在听了那些话之后 我也只是感到几分厌恶 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而你 他离开了之前 你便已经开始济世了 他在雷家做上门女婿 当着别人的面 还要戴着伪创的面具 想来你跟他之间 并非全无感情 也会是一番父子相处 其乐融融 舔毒情深的模样吧 正因为如此 当唐文华一声不吭 卷了宝物 顿逃之后 雷姐才会格外介意 住口 别说了 不顾萧燕和雷烈在场 雷姐嘀喝一声 眼睛死死盯着唐俊 那张与唐俊非常相似的面孔 这时正在微微扭曲 已经原因中期境界的雷姐 很少出现这样情绪 近乎失控的情况 但此刻 他心境显然无法平复 唐俊则平静地看着他摇了摇头 你以为我是在故意羞辱你 向你炫耀 你我之间有杖要算 但我无心羞辱你 更没有心思与你炫耀 说到底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在内人眼中 我们都谈不上是他的骨肉血液 他与我们之间 没有亲情可言 但我们仍然感谢他 我的苍延地身 的确是被他赋予 这让我在修炼道路上 顺遂了许多 但因为他 我也蒙受了很多挫折和磨难 唐俊伸出自己双手 在面前平平摊开 看着掌心的纹路 不急不缓地耍 在方才听了那些话之后 有那么一瞬间 我脑海中冒出一个念头 我现在努力修道 不停用功 修为越来越高 实力越来越强 迄今为止 也算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是不是在变相地证明 他所赢的成功品一刷 我的不断成功 其实是在证明他的成功 因为他帮我造就了苍延地身 所以我才能取得 今日的成就 毕竟新年在雷家时 我表现得很普通 唐俊目光平和 与雷杰对视 唯唯一笑 不过 这个念头只是一喘即逝 不管是人父还是天父 不管有没有苍延地身 我是否还能败入在 师门门墙之下 还能否有现在自己的成绩 我自己始终持之以恒 努力如一 修道之落 我自己选择踏上 就会尽己所能一路走下去 去看那清空之上 大道之妙 或许 若是不能在他的故居那边改变了体质 我这一辈子都会庸庸碌碌 艰难前进 但即便如此 那条路我也会坚持走下去 雷杰文言 面孔微微扭曲 但徐徐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从年少时起的一幕幕 此刻在他脑海中不停回放 从前 他认为自己天生酒气 真雷参 是天之骄子 注定将成就一番传奇 雷氏家族也因此极为看好他 倾尽全力培养 不因唐文华之故而遭到迁怒 但是在得知真相后 他心中难免生出怀疑 若是没有酒气真雷参 他还能否走到现在的高度 如果不是从小就表现出酒气真雷参 雷氏家族还会否致力于培养他 他是不是会遭受和唐骏一样的命运 受唐文华拖累 而遭到雷家众人的迁怒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